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极为短暂的备战期 蔡兵基本上会沿用郎平留下来的东京框架来冲击巴黎 很多球迷认为 中国女排在巴黎走多远 是取决于第三主攻王云露或吴孟杰等人选 事实上中国女排的死穴 在刁林宇 袁新月两个人身上 袁新月前排两点攻 严重卡轮 已经出现多次 朱婷已不是2016年时的朱婷 每支球队都有自己一个相对较弱的轮次 比如反轮和前排两点攻 像意大利 塞尔维亚女排 由于其队中有埃格努 博斯科维奇这样的世界级强攻点 因此在前排两点攻时 他们都可以依靠顶级接应的强攻进攻度轮 完全没有问题 意大利 塞尔维亚比较弱的一个轮次 是埃格努 博斯科维奇轮到4号主攻位置时 这个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个反轮 在4号位的进攻能力 埃格努 博斯都是逊色于其2号接应位置的 对于中国队来说 我们没有强力接应 前排两点攻时 主要是用保姆接应攻翔宇来接一传 让朱婷 袁新月这两个点来进攻 2016年里约奥运会 2018年世锦赛时的朱婷 前排进攻几乎无人可挡 然而巴黎奥运会时朱婷已经30岁 且他已经打了李约 东京 巴黎三界奥运会 特别是在欧洲联赛征战过 他的扣球线路以及一板攻的分率 是远不如他巅峰时期的 一旦朱婷前排进攻不下球 那么我们另一个点 也就只剩下袁新月了 由于蔡兵主打的是提速打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比日本 泰国 巴西还要打得快 让身高超两米的选手 跑得比一米七十的日本选手还要快 这种打法体系 让袁新月几乎追不上球 再加上凋零里的传球 高低远近各不同 袁新月在世界联赛 女排世锦赛 进攻效率还不如金叶 王云露 东京奥运会 朱婷万商加重 袁新月被飞不下球 中国女排这个两点攻轮次 被俄罗斯卡住 导致我们在领先七分的情况下 被对手逆转 最终提前被小组赛淘汰出局 袁新月被凋零与传废了之后 信心大受伤害 以至于无法出现在排超联赛的赛场上 或许有些球迷认为 日本女排缺乏高度 身高两米的袁新月加盟日本 会受到极大欢迎 事实恰恰相反 在日本的快速体系下 袁新月的脚步只能拖死 她完全跟不上日本的传球节奏 蔡兵的提速打法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袁新月在巴黎时 她这一点进攻是不打出来的 除非把袁新月变成1米70左右的身高 她才能跟上凋零与的传球速度 袁新月不下球之后 易 美 赛 巴等主要对手 会全力来拦死前排两点攻的朱婷 导致中国女排再度出现严重卡轮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 所谓的第三 主攻王云露或吴孟杰 他们在大赛上几乎就是在场上拍手 蔡兵基本上会一套阵容打到底 第三主攻不是死穴 袁新月在前排两点攻不下球 在东京奥运会 今年世界联赛 女排市井赛已经出现过多次了 袁队长是中国女排最大的死穴 速度与稳定性是一对极大矛盾 凋零与的催命连环推不可能有太好的稳定性 郎平在二船上的使用就是更高明一些 丁霞船球快 但节奏不稳 对付日本 巴西这些身高偏矮的 郎平就用魏秋月的船高力稳 用中国女排的身高来打 打塞尔维亚 俄罗斯偏慢的 郎平就用丁霞的高快结合 让对手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然而 蔡斌选用的是凋零与 丁霞两个光速二船 这两个人是一个比一个船的快 那船快了之后 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不稳 为了降低弧度 提升速度 凋零与现在的船球 让身高两米的袁新月 都能被一米七十的日本攻守直接封死 女排世界联赛 我们更靠打快起家的日本 泰国 巴西拼快 全部败下阵来 朱婷之所以成为第一主攻 主要是她的超手进攻 扣球高度在那里 如果为了提高速度 把球的高度刚刚传过高于球网 那朱婷照样也被拦死 凋零与的催命连环推 传好了叫光速打法 传不好 配不上 她能把朱婷 袁新月 王云露 全部传到沟里去 凋零与是中国女排冲击巴黎的第二大死穴 那么有球迷说 传慢了不就稳了 传慢了人家的拦网都并过来了 袁新月就更不下球了 速度与稳定性永远是分割不了一对矛盾 凋零与不是国字号出身 它是从体校直接挖过来的 没有国情女排的功底 30多岁的还想把基本功补回来 你说可能吗 为什么当年郎平没选凋零与 而是选了丁霞呢 综合以上分析 以朱婷 李盈盈 在一传和进攻上的能力 巴黎奥运会这两个人 肯定会在90%以上的比赛中首发 并打满全场 所谓的第三主攻王云露 吴梦杰只是去拍手而已 就算上场可能还会扰乱全队 起到作用与起到反作用还都不好说 前排两点公元新月的卡伦 凋零与的催命连环推 这才是蔡斌的两大死穴 大家是否赞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